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在这个选择在这普通的路面砖来看 会明显感觉这个差异非常难 这种砖是根本没有一点渗透效果的 你看它只会形成表面的净流和积水 通过工作人员的对比实验 明显感受到了透水砖的神奇效果 目前该透水砖已经在奥运水立方 奥林匹克公园观景大道 上海试博会中国馆万人广场 等十多个场馆投入使用 今年北京师范大学 已经有近9000平米的地面铺有透水砖 为师生们营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 在位于海淀区的北京人创科技集团的展厅内 记者发现 这些像海绵一样会吸水的砖 居然都是用沙漠中的沙子做成的 其原理利用沙漠龟沙 改变水分子表面张力 从而达到渗透的效果 除了透水砖 沙子还被制成井盖 各种模具 甚至还可以盖膀子 小沙利通过高科技 为节能减排低碳经济 提供了技术和产品支撑 刚才看到这个效果很神奇 刚才说了一个神奇的人 又是水中取油 点沙成金 其实这个神奇的人 今天就在我们演播室内 他的名字叫秦生义 秦总你好 刚才说的这个产品叫透水砖 是吗 我看片子还是不太直观 所以我也之前跟您介绍 想请您带一些产品过来 能不能在演播室 给我们直接演示一下 这些产品的 说起来很神奇的功能 对 用大别山的话说 那就是骆子是马 咱拉出来溜溜 给我们观众朋友都看一看 它到底有多神奇 你看 这个东西平时生活当中 可能很难想象 这就是用 内蒙古大沙漠的沙子为原料 通过技术创新 加工出来的 硅沙吐水砖 它的砖的性能 跟平时的砖有什么不一样 你看 你一看就看到了 你看它很致命 是吧 甚至反光 看着像咱们家里边 一般装修用的地板砖 差不多 我感觉像磨刀石 是吧 它这手感 是像石材 对 水悄悄地藏起来了 发现 一般的水应该是 比如说你倒在石面上 它就流下去了 这个是 它被吸收了 硅沙透水砖的最大的联系 它有透水 还有保水功能 它的保水功能 意义在它 生态效应是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 或者是缓解 热道效应 这是其中的一项产品 或者它的一项功能 对 还有人说 它当它保和以后 就往下透 透水 你能够把雨水收集利用 还有什么神奇的产品 能给大家演示的 这是透水的 你再看看 对 我记得青春还发明过 透气不透水的花盆 刚才是透水 这是透水的 你看这个 它不透水 这是透气 透气不透水 怎么理解这透气 你看这花盆 一般花盆下面有孔的 它是为了透气性 我的整个盆体都是透气的 它还不露水 花盆都能做到 对 那不露水吧 不露水 那我吹一下 别的花盆也不露 别的花盆也不露 但是别的花盆不透气 它是下面一个孔来透气的 那我这个盆体都是透气的 水面上可以看到气泡 对 是 可以 你是刚才在盆外面吹的气是吗 吹的气 直接可以吹到里边 透气不透水 就是会呼吸的花盆 它要种植 植被可以容易生长 这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在玩魔术呢 说不定这是一魔术道具 对吧 它可以直接吹出 你看那气泡出来 我刚开始看的这个消息 给我的第一感觉是 这是一魔术师 后来发现的不是 他就是一个发明家 是一个企业家 可是当时你怎么想起来 要发明这种透水砖 发明透水砖 应该是在我们公司 我一个创新理念的指导下 分析社会潜在输求 而来理想开发出来的 哪地方你发现要用这种透水砖 我们的创新理念叫 拧的需要我的创造 这个你才可能知社会 就是说社会有什么样的潜在需求 有什么样的需要解释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研发目标 通过技术创新创造 把它变成产品来满足社会需求 当时你看到什么问题了 当时我们就分析到 这个水自然等出 是这个工业社会发展以后 到一定程度以后 必然地出事 现在已经显现出来了 是吧 就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想到 帮国们研究沙子的长处 怎么给水自然等出来 结合起来 那么我首先想到 是帮国们头顶上掉下来的雨水 如何收集利用 那如果收集利用 我就想到收集雨水 那叫发明这种能够有透水 同时还有过滤净化水功能 这样一种透水砖 是吧 这样的就是 这是一个雨水收集系统的 一个最核心的关键部件 如果没有谈雨水 就谈不上收集 就是使用到生活当中 就是刚才大家看到的 铺在地上这种砖 就是这种性能 但是那是表面上 下面还有一套雨水系统 完整雨水系统以后 才有可能把雨水完全收集利用 它就相当于在透水砖 在上面 然后底下好像是花盆是一样 那么水多了以后 它就直接倒花盆 有一整套收集水 下面收集水比较大 花盆做不了那么大 那也靠什么技术 我们又配套研究出来 一种透气不透水的沙子 刚才说 好像透水砖能够解决 比如说北京刚才说的 下雨导致内涝的问题 它如何解决 它形成一个完整的 雨水收集利用系统以后 就完全消除暴入洪涝 或沉水内涝 就下再大的雨像这样 你要这个水 这个透水速度很快的 就比如把它铺在路面上 铺在路面上以后 雨下去之后 它就渗下去了 下面一个系统收集起来以后 储存或者补充地下水 或者储存回用 你下下去就漏走了 下下去就漏走了 就不产生浸流了 刚才看到北京有一部分地区 已经在使用了这种透水砖 它现在已经铺设了多大面积 都有多少地方在用 应该要累积起来 像奥运的水利坊等11个厂管 厂管家的改造 把你像看到一些 这个学校 还有很多学校都用了 累积大概有几十个上百个工程了 大大小小 就实际上它已经进入到实用阶段 对 已经经过了 大概将近五六年的试剂检验了 就五年前铺的透水砖 就是我们这个人创的贵沙透水砖 到现在人人有很好的透水效果 就跟着我们现在 最近不是下了这么多长雨吗 北京冬天六月二十三号以后 我们去 因为我们对这个产品 每一次下一场 都跟着调查了解 我们的工程实际效果情况 到目前为止 我们发现 只要铺着我们砖的地方 都没有产生浸流 人人有很好的透水效果 我还得给您出一道难题 这道难题 可能还有一个新的应用 因为您说了 只要生活当中有需要 您就去研究它 给大家看另外一段小片子 看看我们到底现在需要什么 9月14日 康飞中国宣布 康飞中国已向国家海洋局 汇报了关于泄压方案和封堵方案 并从周一上午开始泄压作业 而这里漏油最开始发现的时间6月 已经整整过去了三个多月 截至8月25日 先后共发现泄漏碟16个 事发地点处于海产养殖主要区域 国海湾 特殊的地理位置 使得海水循环速度缓慢 这也意味着 处于该区域内的海产品 将在一定时期内 持续为这场油污造成的损失买单 康飞漏油事件 暴露出两个问题 一是开采技术是否存在缺陷 二是产生的油污如何处理 刚才看到康飞漏油事件 包括之前去年发生在美国墨西哥湾的漏油事件 这个事件应该说对环境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破坏 而其中最大的难题是如何把这些油污收集起来 对 墨西哥湾当时的为了收集墨西哥湾上面的油 美国政府花出了巨大的代价 也派出了国民警卫队 但是最终你会发现它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灾难 那么这一次康飞在中国的渤海湾漏油 也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灾难 所以我们中国已经开始组成律师团来索赔 但是索赔它毕竟是事后的 它不能够对整个海洋已经造成的污染 有一个提前的预防作用 或者是说如何能有一个事后的补救措施 油漏了以后马上能够收集回来 尽量减少这种生态污染的出现 对 为什么想起这件事情呢 我听说过秦总那儿有一个产品 说可以这个所谓叫油水分离 水中取油 这个产品对于刚才说的 收集这些漏油会不会有作用 应该准确是我们针对石油开采 研究出来一种透油不透水的 这种压力支撑剂 就把这个技术产品通过延伸一下以后 完全可以作为一种海上飘着原油收集 我当时设计了什么大体什么一个形状呢 是个塑料球 有个夹层 夹层里面灌的是这种沙子 这个夹层内外夹层都钻了一些孔 漂到海上以后 油呢 结出到这个孔里 结到个沙 油就透进去了 水不进去 那么进去以后里面一个管抽出来 就像那个泥锡那个椰子这样的 把油不就抽出来了吗 油水分离一般漂得 海水上漂得原油不就可以收集起来吗 所以我们有做的实验 而且呢 效果还不错 遗憾的是就是到现在我们没有一个机会 让我去真正在实际上操练一把 我们再让这个秦总啊 再玩一套魔术 看看它这个魔术又是怎么玩 因为刚才是透气不透水 这次是透水不透油 透油不透水 这就是一个道口令 透油不透水是更难的 因为油的粘度分量更大 油跟水要塞跑是水跑得快 跑得快的不透 跑得慢的透 反差很大 所以基本难得 我们看看这个魔术 我不知道对 你这里面是 要不要沙子是这样的 我看你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就这个沙子 你看我拿这个背中看看 我验试 是用沙子实现的 这个沙子主要涂油不透水的功能 你这个沙子也是内蒙的沙子吗 也是内蒙大上磨的沙子 我来验证一下它是不是真的油 我来围围围 对吧 汽油 汽油是吗 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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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在上面 我猜在上面 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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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沙子还是干的 这个有点神奇了 因为一般如果沙子的话 你水倒进去很快就剩下 就像刚才那个透水砖一样 对 这个沙子很臭 比这个砖 刚才砖要 这个孔系要大得多 那里人应该容易透水 反正不透水 大不奇怪 你看看 我把油倒进去 好 油下去了 油清在飘在上面 我测一下 倾斜一下 大家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是油在上面 水在下面 但是我这清闲以后 这油碰到这个沙子 油就透下去了 就是油到沙子里边去了 油这碰到沙子 结束到沙子 油就透走了 是透油不透水 透油不透水 这个您能透露一下 这个东西怎么实现的 这个原理是我们原创的 这主要是商业秘密是吧 您的专 你的城名应该就是一通沙子 原来我记得是 你们做那种模具的时候 只有采取进口沙 但你提出来 那为什么要用进口沙 我们内蒙古沙漠的沙子 照样可以 结果受到了一番嘲笑 但是它经过了 好像是你实验了 9000多公斤沙子 最终真的把内蒙古的沙子 替代了国外的进口 加高昂的沙子 说到这 它从这开始的 它的沙子的故事 涉及到另外一个准确的说 是因为国人学铸造 也干铸造 在国家一个铸造研究所 搞科研 对 因为铸造它是 沙子沙子主要材料之一 对 就是一些精密铸件 它的生产 有些像气质发动机的钢体 钢盖这些薄逼精密铸件 什么 八大工业国家 它都是用一种负膜沙来生产 对 但是比如这个铸造 它是常温 突然把1000多多贴水浇进去 要急着地产生膨胀的 所以一般的材料不行 比较一种耐高温 低膨胀的材料 所以一般都是采用的 天然的耐高温 低膨胀材料 那么就是什么 一种叫做氧化钩的钩印材 对 所以都需要的 这种材料的世界 储量比较少 一般都要从澳大利亚 或者南非进口 当然我85年研究的时候 这个材料进口 一顿沙子的要7000块钱 但是我就想 我们国家 能蒙古大沙摸油的是 可以说是取之不尽 用着不解的硅沙 为什么就不能替它7000块 一顿进口的沙子来做 每次说1.5公斤沙子 累计三年时间 做了将近9000公斤沙子 其实这个也就是主持人 一开始说的点沙成金 你看它透水砖 算是点沙成金 透油不透水 可以用于石油开采 也是点沙成金 那么现在它又用这个模具 又是一个点沙重金 可能还在不断地点 在一直点 这个故事是这么来的 像刚才秦总介绍的 说当年的高音沙 可能每吨进口的价格 7000块钱 然后我们内蒙古那个沙 就是10块钱一吨 可是生产出来这种叫附魔沙 研究出来附魔沙之后 可以替代那高音沙 当时是我看到资料 叫3500亿吨 相当于进口产品的一半价 3500亿吨 那个时候我记得是 秦总是不懂得市场价格 还没有到市场探水 说你说你的沙子多少钱 一吨买的 尝尝说我7000 那我一半吧 3500 可是你要知道 3500就这么来的 可是你要知道 跟内蒙古的沙比起来 它已经价格翻了350倍 所以有人说它点沙成金 所以说我得看看秦总的手 我得看你这个指头 你这个指头给我们的指头 又是不是不一样 你为什么真的够点沙成金 今天我们主要说是一些创新的故事 刚才大家看到这些不是变魔术 它只是发明家的发明和创新 关于创新 其实在生活当中也无处不在 现在我们请谢威 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网民们在微博上发表的一些关于创新的观点 请谢威 如果说刚才秦总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让我们想拍手的魔术的话 接下来我再给大家带来一些让人想跺脚的创新的这些创意 咱们今天就围绕着雨水回收来进行展开 首先来看12款最富创意的雨水回收设计 这些设计一改以往笨重的大塑料桶的雨水收集的装置 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图片看到 比如说像这种随处可见的大楼旁边这种下水管道 几个非常巧妙的弯曲之后 往里面种上花花草草 一是收集了雨水 二是点缀了大楼 再来看这种直接把大楼设计成了一个漏斗形 在楼的顶部直接将这些雨水收集到了地下 便于回收利用 再来介绍一个能够真正应用到我们个人身上的一些雨水回收的设计 比如说这个生态雨伞架 有人会说了 这个生态雨伞架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一个架子吗 您别小看这架子 以后您这下着雨打着伞回家 您就甭甩了 直接把这个雨伞上的水流着放到这个架子上 因为这架子里面有一些非常小的那些草的种子 当接受到这些雨水的滋润之后 就会生根发芽 给您的室内带来一抹绿色 有人又会说了 我这下雨的时候我不打伞 我一喜欢穿雨衣 我开摩托 您甭着急 这还有一款收集雨水的雨衣 单看雨衣的造型 您可能说这个是Lady Gaga的雨衣 太雷了 但是您可别小看这雨衣 它有一个神奇的功效 就是把回收下来这些雨水经过过滤转化为饮用水 您想以后您穿着这雨衣走在大街上 别人都下着雨在那跑 您就非常潇洒地走在这个雨里 还一边享受着这个天降的甘霖 可以为是非常的惬意 当然了 总结一句话 通过这些设计和创意 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创意无处不在 创意就在我们身边 无处不在 就在我们身边 其实也包括刚才我们行动给大家演示的 这一系列的创新的产品 可是说到创新可能每个人都心潮澎湃的 说这个好 但是你要真正进入 让每个人去创新 恐怕没那么容易了 秦总觉得 对 他这个我觉得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像刚才秦总做那些透水砖 要是放在十年前或者二十年前 你做出来估计也没人要 为什么那个时候人们还没有对雨水收集的这一种意识 还没有城市缺乏淡水这种意识 那么只有这种意识培养起来以后 那么才可能这种产品受到市场欢迎 但是作为发明家 作为创新来说 你就必须得领先一步 预想到将来的城市发展需要什么 需要我们把每一滴水都作为珍贵的资源保存起来 那么我们他为什么做这种油 那么透油不透水的 也是看到将来因为汽车多了 那么用的油势必要到怎么样增加油的产量 也就是他看到这种趋势 这种趋势用中国人的一句话叫做一招先吃变天 可能创新最重要的就在这 为什么他们就能看得出来 为什么他们就能想得出来 秦总觉得创新的人他有什么特殊性吗 他是不是到太上老军的炉子里来练过 孙猴的 对 有火眼睛睛 秦总觉得人有创造力 或者像您觉得这个人应该有什么特质 他才适合从事创新的这种产业 首先他是有一个好奇心 要敢想 像刚才那例子一样的 敢想 对 要大胆的去想象 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同时还要去做 还涌着去实践 做着愣道是不行的 对 要敢想敢干 同时还有一种社会的责任感 就社会有什么需要 就是我的创新目标 如果没有社会责任感 那社会需要跟我有什么关系 对 因为我的这些发明创造产品 现在两步都像发明创造产品 都是基于这个理念 而发明创造出来的 可是很多人会觉得 我发现需求 第一目的可能是 我要从中能够有所收益 能够赚到多少钱 对 能够赚钱 我的体会 真实的体会 我说真话 如果你要是创新 是为了要挣钱的话 可能你挣的钱是有限的 可能你就创不了新 对 你也挣不到钱 因为创新摔下刚开始的时候 就论我自己我也不知道 这个是到底沉不沉 多长时间沉 都没有时间表的 对 它这个不确定性非常大 而你要为了挣钱 其他的诱惑太多了 买股票 当劈基投资者 可能拿挣钱来得挣出来 所以他就不会沉下去 真正能够沉下去去搞研究 这个观点很新 您刚才说是创新的时候 你要想着去挣钱的话 你可能就创不了新了 因为就只是在北京 其实秦总这样的发明家 创新者 或者叫企业家 高新科技的企业家 也不是他一个人在战斗 实际上应该是有一批的人 有一批的人都有点杀成的 对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同样的体验 我们也去采访了 目前在北京的自主创新品牌 这些企业的一些领军人物 我们一块来看一下 液晶面板被业界称为电子信息产业的粮食 手机 电脑 电视机都离不开它 不久前 京东方自主建设的 中国内地首条TFT LCD 8.5代线建成投产 技术跟得上可能你不一定赢 但技术跟不上落后你一定输 对吧 所以说我们深感觉到 必须是要紧跟全球技术进步的步伐 2011年大陆最先进的8.5代液晶面板生产线建成投产 结束了我国大尺寸液晶屏完全依赖进口的历史 2011年京东方年产值将超过200亿 成为排名世界第六的液晶面板厂商 仅有十多年历史的水晶石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已经频频在世界亮出中国文化创意作品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卷轴 上海世博会中国管数字动态 清明上河图 伦敦奥运会吉祥物的动画宣传片 水晶石也是从一个小作坊 发展成为拥有近3000人的企业 在国际上设立三个分公司 今年1到8月海外收入1.4亿元 占总收入的两成 我觉得我们的核心还是对这个创意和创新的 这种尊重和坚持 是把一个本土企业变成一个初步具备 国际化的可能性的这么一个企业 在经历过奥运和世博等大型活动之后 水晶石确立了大世界营销的品牌策略 如今在越来越多的世界级活动的赞助商名单中 都能看到水晶石的名字 联想集团作为国内著名的电脑厂商 收购了美国IBM的中国PC界龙头老大 日前公布了第一季度的业绩 联想已经连续第七个季度 在全球前五大电脑厂商中增长最快 跃升为全球第三大个人电脑厂商 经历了2009年企业经济效益大滑坡的 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谈言 要创新 要事实调整经营战略 数据显示 在上个财年 联想全球营业额达到216亿美元 重返财富全球500强 位列第450位 中关村的汉王公司 曾凭借自主知识产权的 汉字手写识别技术 用汉王电脂书开启了IT领域的全新拉海 依靠手写识别技术 刘盈健创立了汉王科技公司 并把手写识别用在了汉王电脂书上 单靠汉王电脂书 汉王科技在三年内营业额 从2.3亿增长到12.8亿 增长近500% 但在2011年上半年 遭到平板电脑强烈冲击的汉王电脂书 从抢手热销变成少人问津 任何企业都是在一个转折点的时候 抓住了机会发展起来 这个转折点就是苏包刊的数字化 今天的汉王果断改变 依靠电脂书的单一成长模式 在文化数字化浪潮中 向以娱乐现场的外国竞争对手 发起反击 我们只是说了几个典型 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有一批这样的高新企业 这样以创新驱动为主的企业 在北京成长成熟起来 除了这些企业家企业的个人特质之外 我们是不是要总结其中的一些环境因素 为什么在这儿会出现这么多的 这样的创新企业 您就要在心中 是的 这个创新主题肯定是受环境影响 你像我能够有这么的发明创造 谈论说跟北京 跟中关村这个外部环境是分不开的 我的感受是它确确是十一块创新的窝图 哪里曾经帮助过你吗 有 我创业初期最出钱的时候 当时政策是 是吧 上交的增值税可以返还的 我大概是在 我92年开始创业 92年东 94年95年时候 我印象特别人在返回了大概七八十万块钱 那是对我来说初期的时候一个钢本 他们那要掰成几半花的时候 一下子还翻个几十万 定国的后续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尤其是对一些这些扶持的政策 对一些初创的企业来说 应该还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 尤其是这个 这是硬盘一本 尤其是这个创新 在中国还一个很好的软环境 这种软环境 在北京的十二五规划的科技北京里面 这个规划里面 这种软环境就真的要做到最好 做到尽善尽力 我觉得有几点 确实是值得大家重点的关注一下 首先是北京市的十二五十七 科技北京发展建设规划里面 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 叫初步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国家创新中心 推动首都 率先形成叫创新驱动的发展格局 这样一个总体目标 另外最近还推出了一个叫 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施意见 里边也有一个叫 使北京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中心和国家战略性 新兴产业测源地 我想这种目的提出是非常明确的 对 这个梦想提出以后 关键是怎么样能够把这种目的 真真正正落到实处 其实用观众最容易明白的话说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创新中心 与其这样称呼 不如称呼为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梦想中心 这样的一个梦想 然后这样一个梦想扎上翅膀 怎么扎 比如说人才的这种培养 比如说对于企业初创时期的扶持 对于企业研究经费研究人才的解决 包括对于企业产品 刚才我们说的 你有了这个产品以后 企业来 有政府来购买 做成这种示范 其实这些都是实实在在地 给这些翅膀注入于活力 秦总他是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 但是他的企业就有一个国家的重点实验室 而国家的重点实验室 在中国的民营企业里面 好像只有那么很少的几家 那么你像这种民营的企业 也可以做国家级的这种重点实验室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扶持 这是怎么实现的呢 这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去 北京市那是国家 对这个民营企业创新的关心 支持和帮助 您觉得这种创新支持和帮助 对于民营企业有多重要 太重要了 在我没有建立国家重点实验室之前 我大概是几年 一项发明专利 几年一项 一项 从建立以后 开始从一年几项 到一年几十项 上百项 到现在 大概每三天一项 我觉得在我们的这个 十二五创新规划里面 还应该做得更好 就所谓你给企业家梦想 给发明家梦想 你就得第一 容忍发明家的失败 第二 给发明家在发明的过程中 有很大的支持 第三 在有了研究成果以后 政府就像刚才秦总说 首购 然后由政府来购买你的产品 做成示范 我觉得这些东西 可能还是需要我们继续 加强 也可以在这给现在的 正有梦想 有创新 有这样的一个愿望的 这样一个朋友们 一些好的信息 比如说在十二五期间 在北京的科技创新规划当中 有北京市300亿元 政府采购总额当中 将统筹安排200亿元的资金 采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础 中国传统 对其实这个就是北京的梦想 我们说一个人有了